这里是江苏城市频道正在向您直播的零距离节目 江苏新闻广播同步播出 欢迎收看收听 我是大林 我是周景 在本月9号 一针发生的油传电池爆炸事故造成了两死两伤 事故发生之后 两名伤者分别被转送到上海南京的医院 今天我们的记者在南京古罗医院了解到了两名伤者的最新情况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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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在场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出游船爆炸事故发生后 船上三名成人和一名男孩全部落水 借着救生衣的福利漂浮在水面上 周边十多名工作人员纷纷穿好救生衣跳入湖中营救 首先被救上岸的是一名50岁的女性 视频中当时她的意识仍然清醒 随后三岁的男孩被抱上岸 此时男孩已经昏迷浑身瘫软 紧接着是62岁的男子昏迷在船舱内 头部血流不止 最后被营救人员打捞上岸的是一名46岁的男性 尚有生命体征 当时 现场游客中有医生及时表明身份 并对伤者进行了紧急心肺复苏 私人送到医院后最终有两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受伤的三岁男孩和46岁的吴先生被紧急转移到上海和南京治疗 今天在南京鼓楼医院重症监护室 吴先生的妻子说经过医院二十多个小时的全力抢救 丈夫现在的生命体征已经趋于平稳 但是由于肺部大量积水 目前仍要靠呼吸剂维持 之前就是积水 现在就是发炎高烧 现在就是要控制住他这个印证 然后过来的时候 然后也担心他这个脑袋 脑子里面因为那个水肿 来的时候你让肚肿 也怕他这个震动的那个波及 他大脑要吃上 然后现在就是跟他讲 就是像现在跟他讲话 他能点头摇头 他能有这个意识 了解到现场游客中 有医生在黄金时间内 对自己的丈夫进行了心肺复苏急救 及时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丈夫的生命 陈女士非常感谢 很感谢他们 很感谢他们 我们想 我们到现在也找不到 有点激动 有机会的话 对我想通过你们 对通过你们 通过你们媒体 就是向他们表达我们 真诚真诚的心意 伤者中的三岁男孩 更是令人牵挂 在爆炸事故中 孩子双腿粉碎性骨折 送到上海医院后 又一直高烧不止 手术无法顺利进行 孩子有无生命危险 双腿还能不能保住 成了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从受伤的三岁男孩的 爸爸那边了解到呢 目前孩子在上海的救治情况 还是比较良好的 虽然是双腿遭到了粉碎性的骨折 但是并不存在节制的危险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本周三将进行相应的结果手术 江苏城市病毒记者 现场问您报道